我看著你 視線慢慢對我靠近 靠近你 承承在好你的耳機 看著你的臉 是否有點羞澀 我看著你的臉 的確有些不錯 視線慢慢對我暫停 望著你的臉 摘下你的耳機 看著你的臉 的確有點羞澀 望著你的臉 的確有點不錯 想問你知道我認識事實在哪一天 我現在肯定跟你親近相遇那條街 忘記那肯定有點心動 對於你的心動 我還充滿了心痛 想跟你慢慢看一場浪漫的電影 這是做夢吧 別問了自己 夢裡的浪漫是真的嗎 嘿 那是可能還是叫作家 讓我看看你的眼睛 現在視線慢慢對我暫停 看著你的臉 摘上你的耳機 看著你很不錯 你的夢的雙眼 現在視線慢慢暫停 望著你的臉 摘上你的耳機 看看你的臉 是否有點不錯 看看你的臉 的確有點不錯 我知道我的freestyle 是否能唱的炸 我的fro風格轉換能不能那麼辣 你可能知道所有東西是裝的 那我對你愛可能不是那麼試裝的 這感覺還是來自生活那麼繼續壓抑 不知道為什麼何必那麼繼續唱著 我為什麼會這樣唱著因為愛呢 是不是因為愛呢還是因為愛情呢 OK 你是我的寶貝我承認今年你滿18 我知道我想帶你回家我還敢玩嘻哈 這感覺還是繼續我還是玩的flow差 你可能還是會在意我的內內捧捧話 OK 說的四川成都話讓你能離去 我可能知道這種感覺還是那麼壓抑 所壓抑感覺不會讓你那麼受累寶貝 你可能是我唯一 你是我的寶貝 只能看到你眼睛 讓我看到你摘上你的耳機 看到你的臉 是否有點想死 看著你的臉 的確有些不錯 時間慢慢開始暫停 望著你的臉 摘上你的耳機 看著你的臉 是否有點不錯 看著你的臉 是否有點不錯 好 望著你的臉 摘上你的臉 噢 望著你的臉 摘上你的臉 你是Baby My Baby Your Baby Your Baby 你的臉 是我的臉 你的臉 他的那一段就是有一句 其實是他就是前面幾句好像是要說的 就是要说唱 然后后面就直接就转到唱 但是它转不好 哦 你们听的就是那个什么 慢慢摘下你耳机那句 它是有两三 就是好像是四五个字吧 是想要用说唱的方式 然后马上直接转到唱 但是它转不过去 也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是有些设计 但是也没有完全表现出来 对 来吧 让我们请出这位00号rapper 咕咕鸡 李伟奇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先回到我们一下 刚才那段 这个是真freestyle 真freestyle 真忘词了 真忘词了 我太紧张了 后面那段哼的那个也是忘词了 对 我太紧张了 就忘词了 然后你忘词之后 后面的一些节奏就会有一些混乱 对 会混乱 但是我当时忘词的反应是 因为我在表演 我第一瞬间我该把这个歌给接完 然后因为我是演过很多常演出的人 我就会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会把它给接下去 freestyle 完成 确实挺好 你如果是真的比如说忘了 有一些可能像敷衍过去 就是说 你在干嘛 我在干嘛 就狠水 但是你那个freestyle还行 对 还挺有想法的 跟这个作品也差得不远 对 因为我当时没有慌 就我会觉得这可能就是对我一种心态的一个调整吧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会慌掉 对 对 对 我不能认怂 我必须得去把这个给做好 对 我就去用freestyle去把呈现出来 这是对我一种能力的考验 也是用能力嘛 对 这个处理方式其实还挺好的 谢谢 前面有一句 就是那个慢慢摘耳机那个 因为我想确认一下 你是那一句话是前面一点 你是想要说唱 然后直接转到唱的是吧 有设计 我前三句是旋律melody嘛 我第四句是想用一种说话的方法把它说出来 就会有一种层次感 可能处理不是特别好 因为太紧张了 对 但是我还是能听出来你有这些设计吗 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的这个演出经验也都是唱一些这种舒畅的乐趣吗 对 我会唱流行 我会做 我其实是个音乐制作人 我会做编曲 然后我会做混音和做词作曲 我都是我自己的包嘛 我自己演出也会去演一些场子 比如说 我自己在做一些 这个编曲是由你来做的吗 这个是我去油管找的班子 因为太着急了 对 我没自己去编 对 在网易上逃 对 网易上逃 明白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现在的这种 flow 的设计啊 这些感觉是达到了哪种境地啊 我觉得是 看歌曲的风格和节奏来定吧 因为 flow 它不是一个 就是你如果是音标筷子 那我觉得没意思 就要贴合伴奏的节奏感 去做自己想要想做的东西嘛 还有歌词和作曲能力啊 比如说 flow 你能到哪种程度就到哪种程度 就只要是你听得舒服的 或比如说是 melody rap 你可能要卡一个 就是连音啊 很正常的连音就OK了 不需要太多奏奏的环节 我会觉得这歌 就是自然点会好一点 就越自然越好 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虽然你也比较在自信的表达 自己的想法 也有很多在里面 但是说实话 这个 flow 不算是很突出的 包括你有一些重音的强调 基本上都落在了最后两个字上面 就还是不算特别突出吧 嗯 赵老师 你觉得呢 因为其实整个歌 我听下来我的感受是让我想 因为我听说唱听的不多 那么几个人 然后我能联想到的就是蛋保 蛋保吗 蛋保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比较松弛 不是那么有攻击力 不是那么有攻击性的一种说唱 而且它的 beat 编或者选 都是比较精致的 你跟它好像有路数上的重合 但是在表现出来的完整度上和把握程度上 还有一点点差距 对 是个室友的 现在你的说唱作品大概有多少呢 自己原创的 我存了有十首吧 还没有发 因为我自己在做一张专辑 我年底会发一张专辑 因为今年预定十五首嘛 今年太晚了 我只先发五首 明年再发剩下的十首 就全部是自己编曲和作词作曲嘛 现在再尝试这些东西 我有个小疑问 其实你那么多作品 你是给谁听呢 给网易观众听吧 也给我自己听 你现在网易的粉丝怎么样 几百个吧 几百个 几百个 行 慢慢的积累 对 我就是后继薄发 慢慢来嘛 年轻 很有想法 很有干劲 很有冲劲 我心态很平和 对 我们也很愿意陪着你一起成长 听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 来期待一下我们的选手 会不会获得三位老师的新仪卡呢 三 二 一 好 好 我对你先过来小波老师 我觉得可以培养 就是我看到你的潜力 然后虽然今天现场有一点失误 但是你还是正常的 其实说是完成了这个演出的 没有说特别垮掉 垮掉对 就是我们都还在猜 还是设计成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你的设计 然后包括说你可以自己制作 然后还有这么多没有发歌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孩子 所以就这样卡给你 来吧 恭喜一位奇获得来自摩登天空的新衣卡 谢谢你拜拜